三十年来,西藏热在国内外掀起,与西藏有关的一切东西都受到极大的关注。 叉叉这种并不特别为人关注的宗教艺术,也引起了部分爱好者的注意,逐渐成为了一种收藏品。 张英,画家,西藏民俗学家。 上世纪七十年代进藏工作,在下乡采风的过程中,叉叉这种精致小巧的尼智佛塔佛像引起了他的注意。 从那时起,他便开始了叉叉的收藏。 他于1994年所著《托摩尼素》一书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叉叉的专著。 张英拿出了自己多年珍藏的叉叉展示给我们看。 这些叉叉来自西藏不同的地区,它们大小不一,造型各异。 有些还身着艳丽的色彩,令人眼花缭乱。 这简直就是一个微缩的佛教世界。 在张英的收藏中,我们见到了几枚珍贵的叉叉。 这是一枚药擦,是张英的一位藏族朋友送给他的。 这枚药擦呈红色,这是因为它是用名贵的藏药制作而成。 这枚药擦一角有一点缺损,这缺湿的一块就是被他原先的主人掰下来做药服用了。 张英收藏了三枚实施班禅大师布擦。 布擦因为含有盐、藏药,因此外形不如一般泥擦那样精致,更以开裂或磨损极难保存。 由于不擦寒盐,因此他的表面常出现一些结晶,而虔诚的信徒相信天时这种结晶可以致百病的。 在张英的收藏中,有一枚擦擦是他极其珍爱的。 这便是传说为宗喀巴大师亲手制作的橡皮财神擦擦。 传说宗喀巴大师生前有一串十分钟爱的人头骨念珠。 一天,这串念珠的绳子突然断裂,珠子散落各地,再也收集不起。 于是,大师将剩下的珠子做了相应数量的擦擦。 擦擦造型为他所喜爱的象头财神。 而每一个擦擦的肚子里,都放进了一颗珠子。 擦擦的后面,而且显然是一个名擦。 它就是有好多法印。 我们都知道一般大师过去从阿底峡大师,他过去做擦擦。 你像是阿里擦擦,他都是放在手掌里。 为什么放在手掌,他就是把大师的他的法力直接传入到叉擦的里边。 这样叉擦才有他的一种灵气。 所以这个叉擦就很明显,他都注入了大师的一些法印。 包括他的一些各种的印章都在上面。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擦擦。 现在你们自己听里边,轻轻摇动里边的珠子的声音可以听到。 要往山下敲打模具,硬着擦擦的咚咚绳还在延续。 擦擦这种宗教艺术品还将延续着他的生命。